碗面是早期女性保护皮肤的方式 但随着科技进步 保养品逐渐取代碗面这一项技法 文馆所最近办理一系列活动当中就有碗面体验 邀请多位早期从事碗面工作的阿嬷小露一手 并找现场来边露脸 在阿嬷们的巧手技法之下 感受面子变碎而且变得很细忍 包括杨正吾、吴有佳等人不计形象 头戴灰陪棍涂上白色碰混之后 接着就看师傅等级的阿嬷们 利用白线、手、嘴、并用 清除来宾们的脸部砸毛 还有毛孔角质 幻蓝一心耶 还好 这是古老的记忆 第一次体验 这是很棒的一个 有啊 觉得皮肤很光滑 感觉很光滑这样 幻蓝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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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幻蓝一心 其实有没有失货 没有 第一次第一次 对 不会不会不会 真的是不会痛 但是感觉在这里面看到阿嬷她在满眠的时候 非常非常的用心 是真的把这种传统习俗 把它当作是一种很珍贵的资产这样在对待 真的我们在做的时候 自己本身的体验是很舒服 可是从阿嬷这个每一个动作里面 我们会觉得很感动 就是很细腻 所以感觉很温馨 也希望我们的年轻人可以再多来体验 其实我不好意思讲 像我隔壁王艺元 他的效果可能就没有我好 因为他皮肤比我好很多 我这个皮肤比较粗的 去角质 或者是显现的效果可能就会比较好 看着平时就有在保养的王秀玉艺元 杨县长忍不住反凤一下 力推满民这一项技法 现场不少民众也趁着难得的机会 赶紧来互敷一下 新奇的体验 这可能要之后才会觉得回去 才会可能有不同的感受吧 因为没有那么快就那么厉害 那么有效果 我们这一辈真的都没有体验过这种好玩的 还蛮好玩的 对对对 看了这么多也来听听 阿嬷们说说满民的程序跟手法 山葱粉 粉山满满 粉满满 如果说早上去开门的时候 要山满 把牧牌 我们这牧牌就要山收的火石 收火石来 粉底头山满 再收牧牌 牧牌来就是要收 只能够 我们这牧牌就对这牧牌 到每个牌都收来 这开始用山满 虽然满民的记忆是为 但文官所接下来要借由满民体验活动 和满民传习课程 带领民众认识 晚面的各项用具和实际练习 共同传承这一项传统民俗文化 感谢观看